天子和秦玉神色微尘 老夫元祖 求见陛下 陈启元 求见陛下 元祖与启元古神的声音传来 二人身先士卒 降临在紫微天庭外 肉身庞大 冲涩了万里虚空 先天道宗清玄道人 求见天子陛下 清玄道人孝道 一宇宙先帝相继献身 天帝 你也献身吧 天子镇定自若 望向那一尊尊先帝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一处虚空 前朝废帝而已 李若鱼淡笑一声 望着十多位先帝至尊 紫微天庭的天官们 面无人色 这一股力量 足以横推紫微天庭 两者实力 着实太过悬殊 陛下 远来是客 不请我们坐一坐 元祖皮笑若不笑道 众人不以为意 他们并不急着动手 炼天大阵在手 天子与天道 无处可逃 进来吧 天子与秦玉走入紫微宫 元祖等人相继而至 天官们如临大敌 元臣新君与天道老人等二元之政 一元之政的 强者步步逼近 一个个戒备万分 大有一言不合 就要动手的趋势 退下 天子大秀一福 道 是 众人不敢忤逆天子的意思 被酒 天子高居地座 满面威严 吩咐道 众人落座下来 一个个仙女进入紫微宫 乘上穷江美酒佳肴 诸位到有请吧 天子道 多谢陛下设宴款待 元祖道 说起来 老夫也有数百万年 不曾与陛下共赢 两方谈笑风生 言笑艳艳 不像是即将开战的敌人 反倒像是君臣和睦 气氛极为古怪 陛下承载天道意志 也有一千多万年了 起源古神长叹一声 道 当初 陛下与我等联手 推翻前朝暴政的经历 仍然历历在目 那可真是一段难忘的时光 李若鱼面无波澜 将杯中酒意饮而尽 是啊 私命古神悠悠道 太出天庭横征暴脸 行尸霸道 我等奉天成运 才有了后来的紫微天庭 只可惜 紫微天庭也腐朽了 情欲面露冷笑 这一群家伙 真是冠冕堂皇 天子淡漠道 已有的是 后必再有 诸位今日前来 不就是想要推翻朕 哈哈 元祖大笑 老夫最讨厌弯弯绕绕 陛下真是一个爽快人 若不是非杀你不可 老夫真想与陛下结为至交 把酒言欢 天帝腐朽 方能被推翻 天子道 朕不是 诸位先帝笑而不语 他们占据绝对的上风 说你腐朽 你就是腐朽 实力是治理 如果说不通 肯定是你的拳头不够硬 穆先帝也在观察天子 陛下 小女子有一事相问 穆先帝望着天子 道友是何人 天子问道 区区姓名 不值一提 穆先帝道 小女子十分好奇 陛下是怎么做到 以元神寄托于天道 承载天道意志 这个问题 从穆先帝第一次知晓的时候 便疑惑万分 他钻研天道奥妙多年 但也无从解答 此事简单 天子笑道 道友若助阵一臂之力 等阵诛杀这一群 逆臣贼子后 便将承载天道意志的方法 告诉你 陛下真是爱说笑 穆先帝娇笑道 小女子这一次来 就是受人之托 来杀陛下的 既是如此 那阵便爱莫能助了 天子淡然道 陛下 天道高悬 压得我等喘不过气来 起元古神道 你也受困于天道 何不与我等一同打碎天道 彻底解脱 废话少说 秦玉忍无可忍 冷笑道 而等的目的 路人皆知 何必在此惺惺作态 唉 起元古神常叹 本座与陛下 也曾是至有至交 实在不忍心 看陛下受此折磨 今日前来 便是帮助陛下解脱的 他缓缓起身 向天子举起酒杯 陛下 这一杯酒 敬我们从前的情谊 为陛下送行 起元古神一饮而尽 天子闻思不动 眼神冷漠如冰 朕与诸位 没有任何情谊 秦玉 送客 天子下了逐客令 诸位请吧 秦玉道 请神容易 送神难 元祖谋中流露出杀意 笑道 陛下 你身为天子 莫非连这么简单的道理 都不懂 陛下 请上路吧 起元古神手持浮沉 杀鸡凛然 四百二十 伐天之战 上 动手 起元古神杀鸡毕露 手中浮沉一甩 起元大道如龙如凤 瞬间穿越了时光长河 回溯过去 攻向天子 元祖催动法力 元始大道化作一柄神剑 与起元古神一同杀入时光长河 元始之门横压时空 朝着天子杀去 私命古神也动了 磅礴的生命精气汹涌 他一手生命大道 一手死亡大道 生死轮转 攻击地座上的天子 一时间 三尊先天神分别攻向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天子 陛下 秦玉神色一变 悍然出手 杀向私命古神 滚 李若鱼冷哼一声 肉身横度虚空 骤染粉碎秦玉的神通 一掌将秦玉的先帝兵轰飞 秦玉被李若鱼逼得无法上前一步 速战速决 清玄道人鼓荡法力 一口口飞剑从袖中飞出 演化成一座剑阵 包罗万法 风雷雨电 光暗生死 种种力量蕴藏其中 玄奇万分 轰隆隆 雷泽龙帝 玄机先帝等人立刻动手 既然已经撕破脸皮 那便无需再顾忌 碰碰碰 紫薇宫晃动 整座紫薇天庭都在颤动 一个个天官心惊胆战 诸多仙道高手 不敢加入紫薇宫参战 铿锵 天刀老人无味出刀 霸刀一出 风云骤变 他冷冷道 紫薇宫的战斗 非我等能掺和 我们的任务 是要挡住天庭外的人 嗖嗖嗖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 从紫薇天庭外显化 以白帝为尊 一尊尊先天神圣 诸多仙尊高手 攻向了紫薇天庭 与天刀老人 元臣新君等人 站作一团 哄 刹那间 紫薇天庭虚空撕裂 混沌风暴汹涌 天象大变 一道又一道身影 从天上坠落下来 神血竟然虚空 开战了 一道道目光 注视着紫薇天庭 哄 紫薇宫内 十位先帝 一同向天子出手 皆是当时顶尖强者 仅仅是一个照面 天子的肉身便被打碎 难以抵抗 只不过 没有一个人敢掉以轻心 天子承载天道意志 实力可不止这么一点 轰隆 秦玉运转玄宫 一座神山从他的子府飞出 此乃先天太史神山 是天子传授给秦玉的保命之物 能极大的增强他的战力 他执掌太史神山 法力涌入 整座紫薇宫都化作了混沌形态 种种一切变得有形无质 无法以肉眼看见 哪怕是大道 都被太史大道同化了 天地 似乎回到了开天辟地前 太史神山 元祖眼神炽热 掌握太极神山的他 深知先天舞太神山的强大和玄妙 这一座神山 他志在必得 此物落在你手上 简直是暴殖天物 拿来吧 起源古神也是寂予万分 法力爆发 一念神魔 一尊魔头从起源古神肉身中走出 神魔一体 神魔两面 哄 起源古神攻向了情欲 黎若鱼眸光微动 并未动手 这一天 朕也等了许久 悠悠的声音传来 地座之上 凝聚出天子的身影 他鹦鹉不凡 浑身缭绕着天道之力 天子漠视众人 淡淡道 今日 便彻底了结吧 哄 话音落下 整座紫微天庭剧烈震荡 72座宝殿绽放宝光 36座天宫升天 以一种奇妙的方位排列 仿若是一座金石大阵 恐怖的气息 从紫微天庭复苏 刷 苍穹之上 风云激荡 天地八方的力量 统统被紫微天庭吞噬 融入了这一座大阵之中 滔天杀翼粉碎虚空 将半座元界化为了粉碎 十方净灭 一天行南南道 这一座阵法 乃是天子从天道中参悟而出 能够汲取诸天之力 形成一座天道禁区 理论上而言 可以压制一切力量 陛下真是好手段 元祖眯起眼睛 这座阵法 筹谋已久 看来陛下很早就在提防我等 72宝殿 36天宫 显然是位十方净灭阵准备 若是我等没有去天机阁走一趟 今日或许真会栽在此地 起源古神淡笑一声 面对十方净灭阵 云淡风轻 天子覆手而立 道 那就让阵瞧一瞧 天机阁主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能与阵抗衡 轰隆 天子掌握十方净灭阵 念头一动 宝殿天宫震动 天道神文笼罩了半座元界 一口口天道至宝 从天子的子府飞出 49天道至宝高悬天穷上 镇压一切 糟糕 白地脸色大变 在天道的镇压下 他的力量无法动用 被天道老人一刀劈成两半 修为稍弱的修行者 统统被压制 诸位 不要藏桌了 穆仙帝柔声道 动用底牌吧 正有此意 元祖笑道 天子谋光凛然 这一帮人镇定万分 显然是有恃无恐 炼天大镇 元祖长笑一声 一面面镇旗 从十一位先帝的子府飞出 一共49面镇旗 道文流转 镇旗与虚空融为一体 吞噬了十方静灭阵 这股力量 天子瞳孔咒缩 他从炼天大镇中 察觉到一股令人恐惧的力量 这道力量 即便是天道 也无法压制 咔咔咔咔 炼天大镇一出 苍穹如镜面一般裂开 一道道金色流光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那时天道神闻 似乎是被生生抽取出来 砰 炼天大镇的力量 仍然在蔓延 阵气飘摇 击碎了一重又一重虚空 露出一座终极虚空 那是天道所在之地 元祖 起源古神 乃至是李若渝 穆仙帝等人 都骇然地望着这一幕 在终极虚空中 寄托这一枚天道道果 赫然是天道源头 原来 天道并非虚止 李若渝震撼道 世间真的有天道道果存在 就是这一枚道果 规划了世间运转规律 四季更替 元祖冷笑一声 若它是人为炼成的道果 那岂不是说 盘古宇宙 根本就是人为在操纵 所以 天道不应该存在 有道理 起源古神点头 清玄道人 太上先帝等人 却是面露沉思之色 盘古宇宙的天道 已经露出本来面目 清玄未面的天道 会不会也是如此 这一幕 惊呆了所有人 天道 是一枚道果 寄托于终极虚空之上 无人可查 无计可寻 若非炼天大阵 恐怕无人知晓 421 罚天之战 下 这就是天机阁主的手段吗 天子眼神漠然 他与天道完全合而为一 完全感受不到个人情绪 他感应着炼天大阵 心神摇曳 这座大阵的来历 无人知晓 他的威力 却令人心惊 为了杀陛下 我等耗费苦心 元祖孝道 今日 就要避其功于一亿 须知 炼天大阵 可是他们花费 十六万亿星元购买而来 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又岂能诛天子 灭天道 先杀天子 再灭天道 弥陀佛地祭出一柄禅杖 佛光普照 一道万字掌印 轰碎天道神文 攻向天子 他遍体佛光 犯畅阵阵 今日 做一个了断 李若鱼一步踏出 肉身碾碎天道神文 他气血如龙 完全不惧天道威压 举拳轰飞了一口天道至宝 硬喊天子 砰砰砰 一尊尊先帝攻杀而至 围攻天子 朱棣各显神通 法宝 大道 神通 让人眼花缭乱 骇人的大道波动 粉碎了一切 时光长河动荡 一道道身影 如流星穿梭 小家伙 此物与我有缘 封道人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秦玉身后 寂灭玄黄大神通爆发 一掌便将秦玉纳入掌中 休想 秦玉奋力挣扎 太史大道 冲开寂灭大道的桎梏 妄图反击 你太弱了 封道人默然道 他催动紫微灵根 这一株天地灵根神 洞穿了太史大道 刺破秦玉的子斧 扎根在他的元神之中 So 请客之间 秦玉的元神力量 被紫微灵根疯狂击取 这一株灵根 蕴藏元神大道 可谓是天下间 最恐怖的元神杀法武器 秦玉区区先帝初期 在封道人面前 毫无反抗之力 只不过 修成三元之证 封道人要杀他 也不是那么简单 碰 秦玉的气息急剧衰竭 紫微灵根却愈发着壮成长 封道人催动诸天无道大神通 一指截断了秦玉和太史神山的联系 将这一座神山收入囊中 秦玉悲愤交加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史神山 被封道人夺走 哄 天子操纵四十九天道至宝 神通翻飞 与十位先帝杀的有来有回 但是 随着时间流逝 恋天大阵越来越强 开始不断隔绝天道与天子的联系 天子受到的压制越来越大 实力在逐渐流失 他的气息越来越弱 破 李若鱼动用天地振势拳 一拳轰碎了一口天道至宝 将天子的胸膛击穿 一眉眉天道神文破碎 嘿嘿 元祖看见此景 阴侧侧地笑起来 天机阁主的本事 果真是超凡入圣 起源古神道 天子与天道合而为一 理论上而言 属于不死不灭的存在 但现在 天子却受伤了 而且无法瞬间自愈 这只能证明 恋天大阵对天子 天道的压制极大 让他无法通过天道 汲取诸天万界的力量 来治疗自身的伤势 陛下 秦玉也看出了不妙 满脸悲怆 难道 紫微天庭 真的要在今日毁于一旦 没有天道 你就是一个废人 李若鱼冷声道 不过 承载了天道 你也不过是一个 失去自我的可怜虫 哈哈 天子放声狂笑 颇有一种穷途末路的凄凉 朕还没有死 鹿死水手 尚未可知 冥顽不灵 清玄道人寄出造化阵图 飞剑入阵 化为一座金氏剑阵 一剑斩灭了天道之宝 将天子从头到脚 一剑劈成两半 杀 起源古神的神魔二身冲向天子 起源道种 如一座混沌宇宙 轰隆一声砸向了天子 一道道触手蔓延而出 汲取天道之力 他想要吞噬天子 杀 下一秒 天道神闻飞舞 一柄神剑劈飞起源道种 天子的肉身一点点重聚 仅剩的十六口天道之宝 缭绕周身 面如精致 他的气息跌落谷底 眼中也浮现出难得一见的人性 陛下 刘德青山 再不愁眉柴烧 走 秦玉大吼道 锅躁 太上先帝催动一口铜炉 将秦玉收入其中 一道道夜火生腾而起 将秦玉的肉身烧成了灰烬 只有一条条大道 与原神相容 一时间无法诛灭 秦玉 天子目光沉重 有炼天大阵 在十一位先帝的围攻之下 他根本无法逃出去 况且 他也没想过逃 不要磨叽了 他摇身一变化作一头亿万丈神龙 肉身撞开了一座座宝殿 探找向天子杀去 咔嚓 失去了天道之力的加持 天子脆弱的和纸一般 被雷泽龙帝捏在手上 小子 没有天道加持 你根本不是本地的对手 雷泽龙帝冷冷道 上次在盘古道场 天子一击重创他 令雷泽龙帝耿耿于怀 今日 终于逮到机会 扳回一局 砰 一柄缠杖砸下 天子的头颅四分五裂 原始之门与生命之门落下 将天子的肉身镇压 那一口口天道至宝 被诸位先帝压制 强行与天子剥离联系 天子已经无法还手 So 李若鱼也动手了 他一手伸入天子的头颅 生生将天子的子斧剥离出来 嗯 李若鱼的神念扫过子斧 神色一沉 先天道重在哪里 李若鱼质问道 他之所以对付天子 毁灭天道 就是为了先天道种 然而 先天道种并不在天子的身上 哈哈 天子咧嘴笑起来 你的想法 朕岂会不知 那半眉先天道种 根本就不在朕的身上 李若鱼 你不要妄想了 交出来 李若鱼大怒 一点一点将天子的子斧捏碎 杀意大作 朕自知今日难逃一死 又岂会告诉你 天子激笑道 你那么聪明 相必也猜得到 半眉先天道种的下落 在那里 李若鱼眸子一领 望着头顶上的终极虚空 目光落在天道道果上 天子没有说话 可惜 朕这一辈子 再也没有机会 进入天机阁了 天子神色复杂无比 流露出无限眷恋 他太想做一个普通人了 可是 他这一生 都不再有机会 天子缓缓地闭上眼睛 死 对于他而言 也算是一种解脱 这一秒 他彻底摆脱了天道束缚 又重新做回了羊 哼 李若鱼杀意滔天 临死之前 你居然还要算计阵 砰 李若鱼一掌拍碎了天子的头颅 这一道力量 穿越了过去 现在 未来 彻彻底底地将天子从世间上抹杀 从今往后 世间再无天子 422 功德超脱 上 天子一死 崩灭的肉身之中 一道七色仙光越飞越高 冲向终极虚空 这是天道意志 更准确一点 这是天道的私欲 李若鱼 元祖 穆仙帝等人望着这一道七色仙光 却没人出手阻截 毕竟 天道意志太过诡异 已经毁了一个天子 没人愿意做第二个天子 陛下 悠悠尼南传来 月神如明月般清冷的眸子 留下两行青泪 他贪坐在虚空上 眼神茫然无措 没有一丝神采 如今天子已死 子微天庭崩灭 看在你与我等同为先天神的份上 本座不杀你 元祖盯着月神 神色淡漠 月神漠不作声 他的身躯渐渐虚幻 一身大道在不断消融 融入天地间 他在画道 起源古神皱眉 蠢货 私命古神面色冰冷 堂堂先天神 与天同寿的存在 居然会为一个后天生灵殉情 简直是鱼不可及 虚余之间 月神化道 彻彻底底消失在了世间上 他没有食言 情之一字 真是玄妙 穆仙帝笑道 诸位 不要忘了 天道还没有被毁灭 礼若于道 炼天大阵只是剥夺了天子的力量 压制了天道 但要将天道毁灭 还需要众人齐心合力 杀入终极虚空 打碎天道道国 当然 有炼天大阵 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他们这一次联手 毁灭紫薇天庭是其次 毁灭天道 才是头等大事 哄 众人杀向终极虚空 苍穹上 四十九面阵气飘摇 将终极虚空挤压的咔咔作响 天道道国的力量 被不断压制 在终极虚空上 半枚先天道种悬浮 此物是天地灵根之一 至关重要 在与天机阁的交易中 天子并未将先天道种 交给叶絮 天子知晓李若于的目的 因此将先天道种 寄存在终极虚空 除却天机阁外 天道道国的力量 当时最强 是最安全的地方 So 风道人运转玄弓 化身万千 在破碎的紫薇天庭中穿梭 将一座座宝殿 和天宫收入囊中 肆意地劫掠紫薇天庭 毁灭天道 他没有兴趣 紫薇天庭的宝贝 他志在必得 这老混蛋 元祖面沉如水 他们在前线拼死拼活 风道人在后方紧吃 纯粹是将他们 当成一个工具人 清玄未免的诸位 先帝一声不吭 他们早已决定 罚天之战结束后 便清算风道人 心账旧账一起算 砰砰砰 紫薇天庭天官 与白帝率领的先天神圣 依旧在激战 但落败只是时间问题 哄 以李若鱼为首 十位志强先帝 杀入了终极虚空 李若鱼望着天道道国 心中也不免生出一分贪婪 这枚道国蕴藏着磅礴力量 一旦炼化 恐怕能让他的实力 无限接近于超脱 众人眼神炽热 显然是在觊觎天道道国 刷刷刷刷 一杆杆阵旗飞入了终极虚空 将终极虚空彻底封禁 炼天大阵的力量 笼罩了天道道国 完完全全地压制 这座终极虚空 天道之威 厚重如山 然而 在炼天大阵的镇压下 却难以发挥出全部力量 动手吧 元祖神色极为争宁 太极神山从子府飞出 阴阳二气缭绕 轰隆一声 砸向天道道国 呜 就在这一刻 天道道国转动 一股厚重磅礴的力量 轰然爆发 隐约之间 能看见一尊天道神人 屹立在终极虚空 副手一压 天道神通落下 轰的一声 阴阳二气破灭 太极神山被轰出了终极虚空 这才是真正的天道 起源古神神色一领 天子承载天道 也并没有获得天道的所有力量 这一枚天道道国 却是蕴藏了 盘古宇宙的天道力量 两者之间 不可同日而语 动手 穆仙帝正色道 天机格的炼天大阵 只能用一次 力量用一分少一分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打碎天道道国 好 清玄道人寄出造化阵图 八十一口地剑落入阵法 一剑开天 雷则龙帝化身神龙 口弦一口龙中 终生正想 原初混沌神雷轰然降临 终极虚空立即化为一座恐怖的雷海 弥陀佛帝施展出万丈精身 三千佛界绕体流转 信仰之力加持 一手抓向天道道国 轰轰轰 十位先帝攻向天道道国 碰 天道神人被瞬间轰碎 天道道国飘摇不定 终极虚空都出现一道裂痕 阵气摇动 一缕缕玉妙道文飞出 涌向天道道国 煞世间 天道之力被束缚 道国横冲直撞 但却冲不破炼天大阵 打碎天道 元祖高喊一声 原始大道的力量 涌入了太极神山 太极神山化作两道神光 阴阳交汇 李若鱼气血骨荡 肉身如龙 天帝正是拳 他一拳轰向天道道国 一往无前 一尊尊先帝 皆是拿出了全部实力 想要一举将天道打碎 轰隆 在炼天大阵的加持下 十位先帝全力一击 天道道国瞬间浮现出一道道裂痕 这一刻 诸天万界震荡 一座座世界都撕裂了 地水火风肆虐 更改了地貌 扰乱了天象 波及了无数生灵 道国在碎裂 天道神闻开始崩溃 那一缕七色鲜光 附着在道国上 也越来越弱 就要成功了 元祖和起源古神等人 兴奋不已 再来一次 天道毕灭 炼天大阵的力量 已经在不断地削弱 但天道也遭受到了重创 众人自信 再合力一击 天道必定会被完全摧毁 李若鱼收敛了一部分法力 神念笼罩诸天 暗暗提防着意外 老师 你也应该出现了 李若鱼心道 如果仁祖想要超脱 必定会借此机会 让齐青司承载天道私欲 在出手驱逐他们 修补天道 一举完成功德超脱的最后一步 炼天大阵一毁 没人挡得住人组 轰隆隆 元祖第一个动手 太极神山震压下 让本来就不堪重负的天道道果 压力更大 清玄道人 雷泽龙帝等人 一同催动神通 给予天道道果最后一击 刷 就在此时 满是裂痕的终极虚空 一道人影凭空出现 那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 一天行小手一挥 终极虚空顿时愈合 他催动空间大道 整座终极虚空 便落入仁祖的掌控 众人的神通和法宝 全部被他挪移到另一个时空 天道道果毫发未伤 仁祖 元祖脸色大变 你不是答应过 不会插手此事 我从未说过 一天行道 我只是声明 不会帮助紫微天庭 不会与天子为伍 但是 诸位要灭天道 此举危害苍生 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咔嚓 与此同时 不成炼天大阵的四十九面阵棋 也开始一点点破碎 阵法的力量大减 众人面色难看 炼天大阵的力量 耗尽的时间节点真巧 仁祖 我等已经诛杀了天子 你若是要拦 天子就是你的下场 启元古神威胁道 你已是诛天万界第一人 何必烫这趟浑水 你觉得 就凭你一个人 挡得住我们吗 死命古神道 一天行目光掠过众人 细写道 说的 好像你们能杀天子 是凭得自己的本事一样 众人无言以对 老东西 看来你是铁了心 要与我们作对 启元古神面露凶光 上次仙界大劫 我们能杀你一次 让你灰飞烟灭 今日 同样能杀你第二次 一天行笑了 我重生以来 还没有和人动过手 趁着今日 正好能看一看 我的实力达到了哪一步 四百二十三 功德超脱 钟 你先出来吧 一天行念头一动 齐青丝从他的子府飞出 飞向天道道国 我只能帮你到这一步 剩下的一切 交给你自己 嗯 齐青丝点头 目光落在那一团 七色仙光上 太上无情 太上先帝眸子威领 他出身太上殿 对于太上无情道 和太上望情道 皆有涉猎 但他从未见过 有人能如齐青丝一般 如此纯粹 完美 道友想用他来代替天子 穆先帝看出一天行的目的 翘脸微寒 天帝莫非没有告诉 诸位道友 一天行似笑非笑 天帝 元祖神色阴沉 冷冷地看着李若渝 你知道人祖的谋划 略知一二 李若渝道 不过 眼下 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要诸天道 先杀人祖 众人满目杀意 恨不得将李若渝碎尸万段 哄 一天行催动法力 终极虚空逐渐闭合 他要将所有人赶出终极虚空 避免有人打扰齐青丝 嗖 李若渝忽然原地消失 冲向先天道中 一天行淡淡地瞥他一眼 没有阻止 人祖 你休想得逞 元祖恼羞成怒 左手太极神山 右手原始之门 原始大道与太极大道如臂食指 杀向一天行 起源古神一体两面 手持起源道种 攻入时光长河 然而 在时光长河中 他无法寻到一天行的踪迹 他已经快要超脱 跳出了时光 普通的方法 已经无法杀他 李若渝沉生道 化作一道流光 飞出终极虚空 M 他已经拿到先天道种 听到李若渝的解释 众人面色凛然 跳出时光长河 是踏入超脱境的第一步 众人暗暗记下 滚吧 一天行催动空间大道 终极虚空骤然闭合 一尊尊先帝被他赶走 他运转大道 终极虚空顿时 从众人感知中消失 无影无踪 众人神色阴沉至极 一天行的神通和手段 尤其是在空间大道上的造诣 已是出神入化 无人能及 他的实力 更是无人能出其用 失去了炼天大阵 想要杀一天行 难如登天 人族 老子宰了你 起源古神气愤不已 起源道种如混沌机子 磨灭了虚空 瞬间便将一天行吞噬 企图将他炼化 清玄道人驾驭造化阵图 斩入起源道种 杀向一天行 弥陀佛地 太上先帝等人 亦是全力以赴 要将一天行粉身碎骨 轰隆 混沌大爆炸 化作原初形态 但却不见一天行的身影 诸位道友 我已经今非昔比 一天行缓缓现身 他游走在天地间 每一次落脚 都出现在不同的时空之中 无处可寻 你们若是冥完不灵 我不介意杀一两个忌天 一天行目中 流露出一丝杀机 哗哗哗 诸天万界 无穷无尽的功德之力 汇聚在他的身上 化作功德今生 不朽不灭 几乎无敌 天子承载天道 能够调动天道之力 汲取诸天万界的灵气 一天行能够调动苍生业力 无尽功德 某种意义上 他比天子更强大 因此 绝世金榜上 一天行位列第一 他的气息暴涨 实力暴增 诸天万界都化作养分 源源不断地融入他的肉身 一天行行走在人世间 仿若世间最耀眼的一颗心 老白痴的实力 竟然达到了这一步 疯道人正在收集 紫薇天庭的宝贝 感知到一天行的气息 心头一惊 果然是傻人有傻福 疯道人心道 他的实力 无限接近于超脱 沐仙帝心头亥然 而且 有众生功德之力的加持 他完全是不死不灭之神 他能杀我们 我们很难杀他 要杀一个 必须要用特殊手段 但一时之间 他们哪里来的办法 但是 一天行却能顿入时光长河 穿梭过去未来 轻易将他们震杀 这就是他的底气 要不然 他怎么敢一个人 带着齐青丝降临 明目张胆地摘桃子 元祖等人心惊肉跳 没人能想到 一天行的实力 强大到了这一步 他已经具备了 超脱者的能力 道兄 清玄道人的称呼变了 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道 你有这份实力 我等确实不是你的对手 只不过 希望你不要插手 我们清算一个人 清玄道人神念锁定风道人 风道人眼皮一跳 这一世 我不再是人祖 他的生死 我自是不会去管 一天行道 有你这句话 我们便放心了 雷泽龙帝大笑道 为了得到炼天大阵 他们花销不少 剿灭紫薇天庭 恐怕勉强可以 让他们回本 而且 风道人洗劫了清玄 未免诸多世界 他身上的油水不少 一旦斩杀风道人 绝对能回本 元祖 启元道友 三位可有心意 太上先帝道 当然 元祖冷冷道 风道人纯粹是 打酱油的角色 一分钱没有花 反而捞取最多的好处 众人心中憋着一肚子气 正好拿风道人开刀 天帝道友 你隐瞒我们的事情 我们还没有与你计较 清玄道人道 所以 希望你老实一点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诸位 人祖在等 李若鱼画风一转 道 一旦让齐青司承在天意 他便会出手补全天道 获取天道功德 人之举完成 他便能踏出最后一步 凭借功德超脱 元祖 启元 私命 还有清玄道友 你们在仙界大劫中 亲手将他打得魂飞魄散 莫非你们真以为 他能放过你们 刷 此话一出 众人瞳孔咒缩 一天行神色平静 李若鱼这番话 不过是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他若真想杀元祖等人 当初他一复活 便可以宰了他们 但一天行不会做 这一世的他 已经了结了一切恩怨 不再是人祖 自然不会背负着人祖的责任和恩怨 顺其自然 就是他的道 阿弥陀佛 此事与平僧无关 弥陀佛弟双手合十 眼俭低垂 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姿态 清玄道人面旁抽搐 太上先帝 玄机先帝 意识退后两步 表明立场 不管是超脱前的一天行 还是超脱后的一天行 他们都不想得罪 好事直 干得漂亮 风道人道 长舒一口气 害老子虚惊一场 动手 李若鱼目光如见 忽然开口道 动手 元祖 起源古神 私命古神等人 神色一正 向谁动手 哄 就在这一瞬间 一股诡异的力量 笼罩了元祖 那一股力量诡异无比 仿若是将世界 拉回了混沌未僻的那一刻 元祖的原始大盗 太极大盗都被压制了 太速大盗 元祖面色骤变 你是太速先帝 太速先帝 榜上有名 虽然没有见过 但大家都知道这一号人物 道友 太极神山落在你手上 乃是暴殿天物 只有在本地手上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一位女子出现在元祖身后 先天武太 相生相克 太速大盗 完美克制了太极大盗 太速先帝出其不意偷袭元祖 顿时将他一身大盗法力封禁 将其击伤 李若鱼咧嘴笑了 是说 可以开始了 李若鱼望向风道人 哈哈 风道人放声狂笑 杀意滔天 联盟已经破灭 此刻 又是新的滔天盛宴 424 功德超脱 下 清玄道友 你们还不动手 元祖眼神中闪过一丝慌张 匆忙向清玄道人等人求救 弥陀佛地双手合十 道 施主 天道未灭 你便向自己人动手 未免太过分了 堂堂天帝 也如此卑鄙 玄机先帝冷冷道 诸位道友 这是盘古宇宙的事情 忽然 穆仙帝但笑道 我等此番进入盘古宇宙 想要毁灭天道 夺取天道碎片 已是奢望 不必插手 紫薇天庭千万年的收藏 足以弥补我们的损失 穆道友 你此话何意 太上先帝簇眉 清玄道人神色严峻 你和天帝联手了 就算是傻子 也能猜到 穆仙帝与李若鱼之间 达成了协议 穆仙帝勤手清点 他与李若鱼联手 只为天元造化 这是超脱的希望 李若鱼眼神凌冽如刀 掠过清玄未面第五位先帝 道 朕并不想对付诸位 所以你们识相一点 启元古神 私命古神 和元祖心生恐惧 刷 就在此时 又有几道人影破空而至 林千末 轮回古神 玄斗古仙和玄星三人 降临战场 一道友 轮回古神拱手道 一天行微微汗手 看到林千末一行人 清玄道人等人 彻底没了脾气 这群人 可是天地的盟友 实力深不可测 元祖三人陷入绝望 杀 封道人杀意如潮 洪荒先门轰的一声 从袖中飞出 一道道神闻盘旋 宛若一座洪荒世界 砸向起源古神 太速先帝 亦是催动太速神山 镇压元祖 李若鱼看向私命古神 太初时代 让你们侥幸逃得一劫 李若鱼淡淡道 今日 正便一并清理了 你们这群蛀虫吧 吭腔 李若鱼催动太极大道 大道化作一口神剑 落入手中 他催动神通 剑法精妙绝伦 一剑包容阴阳 暗和天象 刹那间 乾坤颠倒 私命古神立即动用生命之门 生死大道爆发 凝聚出一道生死道印 迎上天地这一剑 碰 然而 二人的实力相差甚远 李若鱼一剑 便破去了私命古神的神通 太极大道 斩入生命之门 颠覆了生死大道 李若鱼距立成拳 天地振势拳 轰然爆发 一拳将私命古神的肉身打爆 一缕缕生命之力重拒 私命古神肉身重塑 刷 李若鱼一步踏出 杀入时光长河 直奔下游而去 虚域之间 便回到天地初开的那一刻 生命道场初开 一切都在孕育之中 轰隆 李若鱼肉身横肚时空 万法不沾 不费吹灰之力便杀入生命道场 与此同时 私命古神也降临于此 他心头恐惧 李若鱼的实力超过他良多 一心要杀他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 他很难逃过一劫 三生道业 天地眸自神光灿灿 一股玄妙的力量从他身上流露 那一股力量 无形无质 竟然能调动时光长河的力量 包容了过去 现在与未来 时间大道 私命古神惊骇欲绝 他怎么也想不到 天地竟然掌握着时间大道 哼 时间大道的力量 斩入生命道场 刹那之间 生命道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私命古神的身躯一点点虚幻 他与天地实力太悬殊 必死无疑 碰 私命古神的肉身炸开 化作磅礴精气 李若鱼催动法力 将私命古神一身精气 统统吞噬炼化 一尊顶级的先天神 就此陨落 想不到 天地隐藏得这么深 轮回古神沉生道 时间大道 乃是世间至强力量之一 个人实力 他几乎是超脱之下无敌 自然有猪斑手段 玄斗古仙孝道 他若能超脱 必然还能再进一步 须知 一天行能登上绝世金榜第一 依靠的是众生功德 天子位列第二 是因为他承载天道 唯有李若鱼 依靠自身 若非如此 他也不能成为 我在下界的护道者 灵谦莫道 私命道友 起源古神和元祖 看见私命古神陨落 心头难免生起一股 吐死狐悲之感 风道人无愧于疯子的称号 他战斗起来 完全不顾及自身 以伤换伤 以命搏命 起源古神苦不堪言 而且 风道人一身是宝 洪荒仙门 紫卫灵根 太出古境 太是神山等至宝 可谓是层出不穷 从头到尾 都牢牢占据上风 另一头 穆先帝也动手了 天机阁的绝世金榜上 元祖实力在太速先帝之上 以太速先帝一人之力 绝不可能诛杀元祖 因此 必须要有人相助 穆道友 天帝给了你多大的好处 元祖咆哮道 你若是助老夫逃脱此劫 老夫愿将太极神山双手奉上 天帝给的 你给不了 穆先帝笑道 况且 你一死 太极神山便是无主之物 破 元祖被太速先帝与穆先帝联手中创 元始大道几乎被磨灭 他的半生至宝 元始之门几乎破碎 穆先帝实力极强 还在封道人之上超越了清玄道人一个层次 直追天帝 不要浪费时间 李若鱼目光落在一天行身上 笑道 今日 弟子便扫出这一群蛀虫 庆贺老师功德圆满 超脱飞升 轰隆 李若鱼杀向元祖 他顾忌重施 时间大道搅动时光长河 重返过去杀入元祖的道场 片刻后 元祖的道场被磨灭 一身精气 被李若鱼和太速先帝瓜分 拿去 李若鱼将太极神山交给太速先帝 道 还有一座太史神山 事后正会让师叔交于你 不过 师叔是财如命 你需的 拿出相同价值的宝物 没问题 太速先帝点头道 陛下 臣愿归顺 元祖与私命古神相继被震杀 起源古神亡魂大帽 哪里还敢继续反抗 事到如今 只能归顺天帝 杀不杀 封道人收敛法力 数十口质宝环绕周身 完全是一个多宝童子 雷泽龙帝等人脸色铁青 那些宝贝 有一部分都是他们的 朕一言九鼎 说杀就杀 一个不留 李若鱼道 嗖 太速先帝加入战斗 他与风道人联手 压制起源古神的神魔道身 生生将起源大道磨灭 一炷香后 在太速大道的力量下 起源古神被炼成原出粒子 灰飞烟灭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太速先帝眼疾手快 一手将起源道种夺过来 道友 你怎么像是 没见过宝贝一样 风道人面色不渝 斩杀此料 我处理最多 此物理应归我 本帝要你手上的太速神山 太速先帝道 嘿嘿 风道人吃笑道 太速神山和起源道种 价值相当 于我而言 都是心缘 但对于道友 可是有不同的意义 你要做地起家 太速先帝目光冰冷 莫非 你也要与本帝动手 你威胁我 风道人露出危险的眼神 他纵横诛天万界 可谓是天不怕地不怕 一个太速先帝 又岂会被他放在眼里 若是没有记错的话 你在绝世金榜上 名列地久 我要杀你 也没有多难 风道人舔了舔嘴唇 眼中透露出嗜血的鸿芒 宰了你 你身上的宝贝 都是我的 425 功德超脱 终 李若鱼头大如斗 师叔 朕答应你的事情 自然会办到 他盯着风道人 道 这一座太速神山 是朕答应太速道友的事 给朕一个面子 也罢 风道人道 看在师侄的面子上 这一次便不与你计较 别以为掌握太速大道 老子就不能杀你 太速先帝气得发抖 拿去 风道人大袖一挥 先天太史神山 飞向太速先帝 搜 太速先帝屈指一谈 起源道种 也落入风道人手中 应该够了 风道人难难道 他洗劫了紫薇天庭 浑身上下的宝物 绝对能有 十万亿星元的价值 此番逝了 便可以上天机阁了 师叔 紫薇临根 你还没有交给朕 李若鱼道 风道人笑了笑 道 等我到天机阁 便将紫薇临根给你 李若鱼皱起眉头 风道人显然是不放心他 清玄未面第五位先帝 坠坠不安 他们不明白 穆先帝为何会与李若鱼联手 但可以确定 李若鱼开的是天价 难道 天帝手上 有关于超脱的秘密 五人心道 哦 就在此刻 苍穹上传来一声清明 终极虚空缓缓浮现 天道神闻弥漫了虚空 天花乱坠 道音悦尔 一道倩影 从终极虚空走出 齐青丝 所有人的视线 都汇聚到了齐青丝身上 他的身上 弥漫着天道波动 纯粹无比 眼神之中 看不到一丝杂念 冷漠 无情 平静 波澜不惊 M 他成功了 一天形望着他 心中浮现出几分愧疚 从今天开始 齐青丝便是另一个天子 与天道 意志合而为一 他修炼的太上无情道 就是一个囚龙 能将天道私欲关起来 今后 天道为公 还有最后一步 李若鱼笑道 老师 请吧 最后一步 便是补天 天道道果几乎被他们打碎 必须要补全天道 才能完成功德超脱的最后一步 凝聚天道功德 飞升鸿蒙道剑 没人敢阻止一天形 哪怕是天帝 毕竟 一天形已经跳出时光长河 他能轻易诛杀先帝 先帝却无法寻到他的破绽 道友 我也想进入终极虚空看一看 林千末开口道 一天形点头 众人 踏入终极虚空 清玄未免的五位先帝 迟出不前 不敢涉足 天道道果 遍布着裂痕 嘿 玄斗古仙盯着天道道果 脸上忽然露出诡异的笑容 老朽还是第一次知晓 天道有道果 林千末和轮回古神相视一眼 不动声色 这座终极虚空 十分奇妙 轮回古神道 仿佛是一座世界一般 但又独立于盘古宇宙之外 天道高玄 自当如此 穆仙帝道 对于轮回古神的疑问 他没有感到任何不妥 大兄 开始你的表演吧 风道人艳羡万分 又期待不已 能够亲眼见到一天形 功德超脱 也不枉此行 哄 一天形催动法力 意念感应诸天 一枚枚七彩神石 被他融入天道道果 诸天万界 无穷无尽的功德神力 汇聚而来 我今日所走的路 也是母神曾经走过的路 一天行星道 当他融合 玄天功德到胎的那一刻 他未来的路 便已经完全注定 这是女娲的布局 当然 也脱不开夜叙的帮助 缺一不可 浩浩荡荡的功德神力 从诸天万界涌来 伴随着一道道 诵经声 读书声 嬉笑声 怒骂声 那是众生万象 盘古开天 女娲补天 孕育出天道 天道补育众生 此时 众生也能反补天道 他们得力量虽弱 但引火之光 也能汇聚成明月娇阳 在众生功德的加持下 天道道果的裂痕 开始一点点的愈合 一股磅礴的天道威压 渐渐弥漫出来 终极虚空越来越牢固 天地间 道音渺渺 众人不由自主地陷入感悟 哄 一天行十指结印 一身功德涌入天道道果 一天 两天 不知道多长时间后 天道道果完全愈合 而且更为强大 演化出四十九天道至宝 高悬于虚空之上 镇压终极虚空 其青丝加福而坐 沐浴天道之力 与天道愈发契合 成功了 众人都被这一股动静惊动 一个个睁开眼睛 目光落在一天行身上 轰隆 下一刻 一道金光从天道道果中涌出 落入一天行身体 成功了 玄斗古仙和灵千莫道 天道功德加深 一天行已经踏出最后一步 这一刻 天道功德 众生功德凝聚一体 一天行的气息越来越玄妙 他的元神被功德之力不断锤炼 再不停蜕变 功德之力流转 一道道颂唱声响起 渺渺鸣鸣 浩大无边 一天行的内世界 开始逐步完善 建成宇宙 这是在助世界 神王进修行者 虽然也会铸造内世界 随着修为愈发深厚 内世界也能愈发完善 但是 他们会受天道限制 超脱者的内世界 是在自身的内世界基础上 跳出本土宇宙天道 我心急天心 我道急事天道 一枚功德道果 缓缓凝聚而出 他真的功德圆满了 风道人望着这一幕 感慨万千 直到这一刻 一天行也没有隐瞒 自己功德超脱的详细过程 完完全全地 将其展示在众人的眼中 不知多久之后 功德道果凝聚成形 悬于那世界上 一天行目中 神光内敛 喜去千华 仿佛是一个普通孩童一般 老师 你成功了 李若瑜目光复杂 一天行点头 我还有七天时间 能在盘古宇宙逗留 超脱的那一瞬 他便被鸿蒙天道感应 不过 一天行并未立刻飞升 他还能逗留七日 这七天时间 他要好好地看一眼这座宇宙 毕竟 谁也不知道 飞升鸿蒙道界后 还能不能下界 恭喜道友 玄斗古仙 灵千墨 轮回古神等人恭贺道 祝贺道兄 穆先帝 太速先帝 亦是向一天行道贺 这世道 傻子都能飞升 风道人叹道 众人无语 玄斗古仙的目光 游走在终极虚空上 目中道文交织 似乎是在催动童树秘法 观察终极虚空的奥妙 伐天之战已过 世间一切都没有露出端倪 那奥妙必然就藏在这一座终极虚空 玄斗古仙星道 终极虚空独立于这一座宇宙 自成一界 天帝 穆先帝等人看不透 但他却十分清楚 这更像是一座内世界 而且是超脱者的内世界 因此 终极虚空与九公子 绝对有莫大的关联 甚至于 传承之地 就隐藏在终极虚空之中 今后 天道无私 此地寄托着天道道果 至关重要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要隐藏终极虚空 诸位请先走一步吧 一天行道 玄斗古仙微微一笑 不以为意 告辞 众人没有继续留在此地 相继离去 林千末深深看了一天行一眼 转身飞出终极虚空 今后 你便留在此地 好生修行吧 一天行看向齐青司 叹道 或许 有朝一日 你也能超脱 到时候 我们在鸿蒙道界再见 好 齐青司平静道 一天行催动空间大道 超脱之后 他一身大道都升华了 完全超越了从前 似乎 他从前掌握的空间大道 只是残缺 并非完美 一天行明白 这是来自于鸿蒙道界的力量 这是本源 要不然 鸿蒙道界 也无法凌驾于世间之上 封印终极虚空后 一天行也消失在齐青司眼中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 齐青司忽然起身 他罗秀轻浮 终极虚空竟缓缓颤动 显化出深邃虚空 在无垠的黑暗深处 星火飘摇 仿若一盏明灯 指引着黑暗中的道路 426 双拳之法 曾经辉煌一时的紫微天庭 也没了 离开终极虚空 玄心俯视一片废墟 百感交集 世间一切变化 皆源自天机阁 李若鱼淡淡道 自从天机阁出现 短短两年时间 诸天万界天翻地覆 这位阁主才是操盘手 太速先递道 嘿 封道人满不在乎 只要阁主能让我超脱 管他怎么做 师叔 此心你已经凑齐足够的宝贝 不知何时上天机阁 李若鱼盯着封道人 道 封道人笑了笑 没有回答 在此之前 还请师叔将紫微灵根给震 李若鱼道 没问题 封道人催动法力 紫微灵根飞出子府 他念头一动 便将神魂烙印抹除 交给李若鱼 多谢 李若鱼谢道 是知 今日一别 我等恐怕再难在下界相见 封道人大笑 洒脱万分 若是有缘 我们在鸿蒙道界再会 会有那一天的 李若鱼道 刷 封道人的声音在虚空缭绕 人已经离去 天机阁主真能助他超脱 太速先帝半信半疑 李若鱼摇头 太速道友 太史神山和太极神山 朕已经助你得到 从今往后 你要听从朕的吩咐 李若鱼副手而立 朕会成全你超脱 至于太义神山 在灵道有手上 这是你们的事情 太速先帝点头 他与李若鱼有言在先 自然不会食言 太速先帝望着林千末 道 林道友 开个架吧 太义神山交于你 并无不可 林千末道 不过 你能给我多少 先天五太的终极秘密 太速先帝宁声道 本帝若得到先天五太 必定能参悟出 先天五太的奥妙 超脱飞升 届时 本帝会告知 你一切 绝无隐瞒 道友须知 先天五太神山在你们手上 和在本帝手上 完全是两个概念 太速先帝神太傲然 身为先天五太神器之一 世上没有人比他 更懂先天五太的奥妙 可以 林千末汉手 先天太义神山 漂浮在他掌心 期待到 未来有一日 希望你能将先天五太的奥妙 告知我 先天太义神山的秘密 他已经参悟得七七八八 这座神山的价值 对他的诱惑 没有那么大 谢国道友 太速先帝神色一喜 急忙将先天太义神山 收入子府 木道友 太荒古街开启之日 我们再见吧 李若鱼笑道 后会有期 木先帝浅浅一笑 小女子也需要到天机阁走一遭 请阁主替我解惑 不如我们一起去 太速先帝笑道 他的手上 已有太义 太史 太速和太极神山 唯独缺少太处神山 这一座神山的下落 风道人并未告诉太速先帝 他只能前往天机阁 木先帝当然不会拒绝 二位先帝朝着天机阁飞去 道友 你已经决定 要走两条路 林千末看着李若鱼 目光落在紫卫灵根上 是 李若鱼坦然道 太荒古街 是一条路 斩三身之法 也是一条路 朕的实力 不若于任何人 必须要尝试一番 林千末露出满意的神色 不愧是天帝 李若鱼也走了 老师 九公子的传承之地 可有眉目 林千末问道 玄斗古仙道 世间一切 都未曾有丝毫变化 唯一一个地方 便只能是终极虚空 但人族已经封了终极虚空 我们如何能寻到 轮回古神咒梅道 一天行功德超脱 实力已晋升至世界主 几乎超越了下 卫面宇宙一切生灵 他们虽然强大 但毕竟没有达到超脱之境 如此一来 想要破解一天行的神通 定位终极虚空 几乎不可能 老师本领超凡 想来是有法子的 林千末道 玄斗古仙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他缓缓抬手 一盏青铜莲灯徐徐升起 这一盏灯并没有灯星 此物名为九宝莲灯 老夫将灯星留在了终极虚空 玄斗古仙道 只要老夫吹动九宝莲灯 他便会指引我们寻到灯星 So 玄斗古仙的法力 涌入九宝莲灯 那一片片青铜莲半摇曳 散发出一丝奇妙的气息 冥冥之间 仿佛有一条线 在天地间相互牵引 九宝莲灯飘向东南方 走 玄斗古仙神色一动 立刻率领林千末一群人 追寻九宝莲灯而去 元界新天地 天地道场 李若鱼降临在道场之中 家夫而坐 偌大的道场 空无一物 萦绕着无边孤寂 然而 对于李若鱼而言 他设下苦肉计 让天子将自己镇压在洛神岭 一千多万年 早已习惯了漫长的孤寂与苦闷 修行之路 本来就是孤独的 从他被封印的那一天起 他的后半生 便注定孤独 五 李若鱼摊开双手 碎裂成两半的先天道种升空 在他的法力催动下 破碎的先天道种缓缓愈合 重新凝聚成天地灵根 他念头一动 紫薇灵根也从子府飞出 当初 李若鱼从林千末的口中得知 斩三身超脱之法后 他便开始图谋 紫薇灵根和先天道种 都是必须之物 他要走斩三身之路 只不过 他不会一条路走到黑 因此 他要以先天道种为肉身 以紫薇灵根为原神 铸造出一具治强肉身 一心二用 从而正得超脱大道 这就是李若鱼 毁灭紫薇天庭的目的 至于击杀天子 剿灭元祖 私命古神和起源古神 完全是顺手而为 天地精 李若鱼一声长啸 须发皆扬 磅礴的法力 涌入了先天道种 与紫薇灵根 他一身精气 激活了先天道种 那一枚先天道种 绽放出璀璨仙光 李若鱼的精气为锤 神魂为影 疯狂地锤炼着先天道种 将其铸造成一具完美肉身 与此同时 紫薇灵根的元神大道爆发 化作一道紫光 飞入先天道种 两大天地灵根 在李若鱼的治强法力下 开始渐渐地融合 世间 能够强行融合 两大灵根的人 寥寥无几 李若鱼便是其一 他的实力太过强悍 镇压两大灵根不在话下 恐怖的气息波动弥漫出 整座道场都化作了混沌 李若鱼如天地灵士 气势超凡 一道又一道神通 打入先天道种 时间如水 先天道种 渐渐演变为人形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 在先天道种上勾勒 勾勒出五官 塑造出手脚 描摹出肌肤和毛发 无穷大道奥妙 烙印在肉身之中 下一刻 紫薇开辟而出 一座内世界孕育而出 磅礴的能量 在道种内激荡 演变出无数玄奇 这一具肉身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它与天地一模一样 但是 它并不是天地 它只是李若鱼的一具化身 却又因为紫薇灵根 和先天道种的玄妙 完全独立 与夜叙的第二元神化身 大有不同 这是一尊活生生的 三元之正先帝 不知道过去多久 这具肉身的五脏六腑 子腑世界 大道宇宙 从无到有 被李若鱼一一开辟而出 演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体 李若鱼大手笼罩新肉身的头颅 将自己过往记忆 全部注入了这具肉身的子腑 深深烙印在了他的元神之中 做完这一切 李若鱼收回手 运功调息 为了造这具肉身 他极为疲倦 毕竟 就算是有两大灵根 想要从无到有 炼制出一具三元之正的新生命 也堪称是逆天之举 艰难万分 道友 那一具新生命睁开眼睛 嘴角微微一弯 凝视着李若鱼 从今天开始 你便是我 我便是你 新生命道 李若鱼笑了 这一具肉身 承载了他全部的记忆 就是他自己 今后 世间便有两个李若鱼 唯一的不同 恐怕便是 一个是灵根铸就 一个是肉身无敌 现在 真便可以尝试斩三身了 427 欢迎下次光临 天机阁 一位少年一袭白衣 谋若星辰 气质洒脱 正摇晃着太师椅 一手摇晃着酒杯 时不时抿一口 心情极为愉悦 人逢喜 适经神爽 两年时间 叶旭终于修炼到 这座宇宙的顶点 踏入三元之正 成为人世间 之强者之一 实在是不容易 叶旭叹道 遥想从前 他走出天机阁 胆颤心惊 如履薄冰 生怕小命就没了 从今日开始 他总算 不用再担心受怕 天道虽强 但并非达到 超脱之境的力量 叶旭难难道 我修炼造化心经 修为真治三元之正圆满 不知道能不能 承受得起天法 叶旭跃跃欲试 他修炼许久 从未度过天节 恐怕老天爷 都给他积累着 要是来一次度节 那滋味想必十分酸爽 阁主 一天行返回天机阁 依然是恭恭敬敬敬 他看到叶旭 多谢阁主成全 突破了 叶旭目光一动 他依旧看不清 一天行的修为 和内心想法 须知 如今的他 已是先帝境界 普天之下 几乎没有他看不透的人 一天行绝对是突破到了 超脱之境 功德圆满 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叶旭黑黑笑道 既然已经超脱了 还留在人间作甚 一天行道 还有七天时间 老朽想再看一看这片故土 顺便将 罚天之战的后续影响解决 还人间一个太平 你这老头 叶旭探道 虽然换了名字 但骨子里还是人族 去吧 叶旭挥手道 阁主 您要老朽打工一百年 老朽要食言了 一天行道 嘿嘿 叶旭笑容古怪 放心 一百年的承诺还在 一天行诧异地看了看叶旭一眼 难道阁主也要返回鸿蒙道界 叶旭神态自若 等他飞升到鸿蒙道界 正好缺人手 一天行就是现成的伙计 一天行告辞离去 也不知道 丰道人有没有凑齐十万亿星园 叶旭满心期待 他的超脱大计 全都离不开丰道人 木仙帝等人的支持 系统 我若要超脱飞升鸿蒙道界 需要多少天机点数 叶旭问道 二十万亿 干 叶旭无语万分 丰道人 天地都只要九万亿 他怎么就要二十万亿 你也太黑了 叶旭不满道 宿主修炼的造化星经 只是上半卷 还有下卷 二十万亿天机点数 附带一经完整版本 一旦宿主超脱 天机格将会开启最终权限 与宿主一同飞升鸿蒙道界 一经 叶旭眼珠一转 身为一个地球人 他自然听过 一经 这可是万经之组 一经是不是最强经典 叶旭好奇道 一经乃是万经之组 万法之源 是已知的最强法门 系统十分难得 没有黑钱 已知 叶旭敏锐地抓住一个重点 难道世间上 还有系统也不知道的事情 理论上 没有 说了等于白说 飞升鸿蒙道界 开启最终权限后 还能全知全能吗 叶旭极为好奇 比如 我还能不能在天机格 继续无敌 这一点 必须要弄清楚 毕竟 小命最重要 希望宿主能对本系统 有最基础的信任 那到底是无敌 还是菜机 太宿求见阁主 此时 太宿先帝与穆先帝到来 阁主 我们又见面了 穆先帝灵动活泼 仿佛一个天真烂漫的 小女孩一般 完全不像是一个知天机 通阴阳的神算子 也不像是先帝级别的存在 叶旭望着穆先帝 这一刻 穆先帝的面纱 从叶旭眼中消失 面纱之下 是一张精巧的瓜子脸 不失粉带 清纯可人 称得上是一个祸水级别的美人 与月神的完美不同 穆先帝更像是一个人 姓名 穆范英 修为 三元之正圆满 身份 鸿蒙道界 天机一脉穆家传人 流落下界 法宝 天机散 万法玲珑旗 道果 神通 穆范英 叶旭轻笑一声 蛮好听 穆先帝撬脸一变 他在清玄卫免 从来没有透露过自己的名字 无人知晓 但叶旭却能一口道破他的名字 显然是知道了他的根脚 穆姑娘 你貌美如花 何必遮掩容貌 叶旭笑道 阁主的本事 确实令范英佩服 穆范英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立刻镇定下来 道 今日前来 是位当日之约 我知道 叶旭道 太素道友 你先来吧 叶旭望向太素先帝 阁主 太素此次前来 是想要知道太出神山的下落 太素先帝开口道 太出神山 叶旭心中一笑 太出神山就在天机阁 不 应该是在系统商城 他从世间得到的宝贝 全部被收藏在商城之中 叶旭如果想要 也需要花钱才能买得到 比原价还要贵一点点 但叶旭只想要增长修为 有史以来 仅仅在商城中买过两次物品 一千亿星元 叶旭道 成交 太素心怀期待 立刻拿出一口先天至宝 这是他震杀元祖后 从元祖身上得到的一口经缩 蕴藏着空间奥妙 兑换 恭喜宿主 获得一千三百亿天机点数 不瞒道友 太出神山就在天机阁 叶旭笑道 太素先帝先是一愣 心头涌出怒意 但在天机阁 他却不敢放肆 只能生生压下心中的火气 木饭因心头负匪 上一次 他们便被人组的事情坑过 没想到 叶旭又顾忌重施 这位阁主真会做生意 木饭因心道 叶旭撇了撇他 木饭因使劲摇摇头 将一切念头都驱除出去 既然太出神山就在天机阁 那希望阁主开个价吧 太素先帝道 先天五太神山 只差太出神山 便能集齐 太素先帝志在必得 系统 购买太出神山 需要多少天机点数 叶旭问道 九千亿天机点数 真黑 叶旭心道 他兑换太出神山 不过八千亿 系统转手一卖 就能净赚一千亿 一万亿 于是 叶旭也开出一个 比较合理的价格 自己也不能白干 一万亿 天子和秦玉 神色微尘 老夫元祖 求见陛下 陈启元 求见陛下 元祖与启元古神的声音传来 二人身先士族